是什么样的家庭会使他鉴定出一个无级别压永不磨损的衣服 放在仓库里一动也不动呢 我想不明白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今天你就见到 老王金汉神豪操作 出了无级别直接 丢进仓库看都不看 鉴定出极品装备 从来不卖这个鉴定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这大哥有故事啊 哎呦我操有东西啊大哥 这大哥有个 炸 哎呦我去 这大哥行啊 这大哥这大哥这个宝藏男孩啊 看这个老板的仓库有点像随机开盲口的感觉 既然就出极品竟然不卖随手出车仓库了 好看一下这个老板都有啥东西啊 129级的号刚才看的仓库就知道没有那么简单啊 放下屠刀 我操 老板你为啥出完极品 正常玩家出个极品恨不得立刻就卖了 这把武器伤害拉满的啊 兄弟们啊 546是极限 他极限拉满的体内法器什么零可以用 他有好东西 他们但是他不往处拿 为啥东西留着不卖呢 哥 还得我帮你挑挑啊 570583 544550 120级438啊 预兴局473 永不磨损啊 神有家不磨 兄弟们你们说翻着翻着不能翻出个无级别的吧 想的美啊 你做梦了吗 579 445永不磨损 简易啊 523 120级简易 又是一把高商的不磨 这仓库可太贵重了 随便翻出一个都有价值 好家伙你这些东西比我一晚上的无级别之夜的作品还多呀 看看有没有大件 哎呦我测这号有点东西啊啊 这老板的鉴定多少军火呀 仓库里每三每三个就有一个不磨啊 看着老板的仓库有种逛藏宝格招武器的感觉看着眼花缭乱 等会儿再看藏宝格的那给仓库剪剪漏啊看看有没有什么超级神器 记不记着有个人十年没动物了号里全是无级别有的人好几年没动物有里面有个分动穿刺 这个老板给我一种 开盲盒的快感 对不对 是不是很过瘾的 好像回叹别人的隐私啊 老板这么多军火里你说能不能有一两个忘记定的直接放里面 东西挺多但是还目前为止还没有爆炸啊 哎呦吵着罗汉罗汉都出了 无级别的急 还这样说准的仓库里还是翻出来无级别了 这也太好横了 是什么样的家庭会使他鉴定出一个无级别家永不磨损的衣服放在行囊里 放在仓库里一动也不动呢我想不明白啊 一般人不是说就是出了好东西赶紧卖卖完了以后啊就是要不就跑要不就继续鉴定为什么出完以后就那么放在仓库里一动不动呢大哥为啥呀 只能说这老板太好后的无级别根本不在乎 就是喜欢鉴定 如果我们的这种呀 就好像这道具有点辞了 就是我的一切 还要不做了 电子兽装 但是咱们 我们的这种都给了 我们的那个好舞台 我们的灵状 还要推出 在哪里 商人号不可能在第一个福气 商人号都是在藏宝阁 很多区域藏宝阁不可能那么集装 而且商人不可能把这个东西放在兴当 他们钱每一天都要发挥出价值 没有哪个商人会把无极别放仓库不卖的 肯定一早就上藏宝阁了 还有谁 无极别项链一条十几万 也就仓库不卖佩服佩服 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 你坚定还爽啊啊我是真的服了这个老板啊这老板 傻玩哪有这么玩梦幻的兄弟们 出版东西直接就撇仓库啊无极别216的简易 老板这是用实力证明自己 鉴定装备不是为了逆袭 就是纯属喜欢 219极限高龄逆临 我操这号 看到后面越看越害怕呀 现在你看它是没有上线的 就十万的东西 它也不拿出去卖 就直接扔身上 老板你高考作文怎么写的 我的游戏策划爸爸 爸爸天天加班加点 但是 学生们有一个愤怒水星 又是几万块钱的货 不装了 我是一万富 我摊牌了 看看老板藏宝阁 出完东西卖没卖过 老板鉴定完东西从来不卖